大家好, 又來到Big Big Chef的暖巴廚房 今天透過這個菜式 可以讓小蚊仔不經不覺之中 喝了新鮮的橙汁 我們有新鮮的橙 還有濃縮的橙汁 還有事先醃好的班球 還有雞蛋來沾粉 當然不少就是生粉 事不宜遲, 把橙汁拿出來 這個橙的橙皮 我們可以剪走 皮下面的白色狼的部位 剩下的橙皮 我們先把橙皮切乾淨 整個菜完成後 這個橙皮切乾淨 非常可厚 而且令到橙皮切乾淨 橙汁拿完了 接著我們要先處理這個班球 班球事先剛剛提過 我已經醃好了 現在就拌一點雞蛋 加雞蛋的好處 轉頭它容易上粉 再加上顏色 用金黃一點 第三個比較甘香 因為它的蛋香味炸出來的班球 就非常可厚 蘸完之後 然後就繼續蘸生粉 我們蘸粉 千萬不要太厚 太厚粉就不好吃 我們想幾厚都好 我們上碟之前 一定要燉一燉 再放上來 粉已經炸完了 然後我們把班球 拿去炸 大家要記住 炸的東西 我們千萬不要淪色的火候 火候一定要有這麼猛 當然不要燒到出白煙 如果出白煙就著火 為甚麼要猛油 因為我們下去的粉 一些油不凍不熱 就會射出來 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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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會煮油 它會含油 即是會粒油 我們選擇成粒油 就不會太脆 落完之後 休息了10秒 我們先不要動 等它定型 我們再攪拌 否則粉就會脫掉 當班球上面的粉定型 之後 我們就把它翻翻 有時候我們不想生粉 都沒有問題 用來蘸麵包糠 變成吉裂的班球 我想西蚊仔更加喜歡吃 好 我們炸這類型的班球 或者咕嚕肉也好 大同時的 我們一定要炸兩重 第一次 讓它定型 六七成熟 我們夾起來 讓鑊底的水 揮發一點點 第二次放進班球 這個時候會令它變成顏色 再加上口感的脆口 我們的油溫都差不多了 把班球再倒進去 再翻炸 好了 顏色就金黃色了 要立刻把它撈起來 放在鑊底裡 吸一下油 好了 到了這個時候 我們要煮這個主角 主角是橙汁 橙汁當然不是這樣拿去喝 我們把新鮮炸出來的橙汁 倒進鑊裡 好了 然後我們再把濃縮的橙汁 放進去 不要一次都倒進去 我們分兩次 再加上這個橙 這個橙汁 是用來有些口感的 好了 大家會有個問題 為什麼沒有糖 因為這個橙汁 剛才我試過 它新鮮的橙汁 不是太酸 再加上這個濃縮的橙汁 它是帶點甜的 兩隻撞在一起 我相信味道剛剛好 我們把這個三分水準備好 現在開始埋芡 買這個芡 一定要慢慢下 不要太心急 否則那些粉粒就會起一粒 很漂亮 我們這些芡是否夠新 是放完三分之後 一定要把火打開 煮至滾 三分熟了之後 那時候不夠稠 才為之盡 一條柱狀的 水柱狀的 這樣就不夠新 好 這個橙汁就完成了 稍後用來淋在斑球面上 暖巴推介 橙花斑球 希望你們喜歡 完全愛你 可以挑戰 以及 羨機 等 Bowl